来 天洁反对使用瘦肉精 拉起红布条再三强调 绝无使用瘦肉精 台中市府神圣处 年前公布台糖猪肉片 检验出西布特罗 猪农质疑有问题 这个猪肉的分布了不均匀 就像前面人用的手法一样 假如说把食物打进去的话 它还是会不均匀的 对台中市政府这样子的一个 很草率的一个发布 真的是很影响到我们的猪农 这是很不应该的 猪农怀疑这次是 千面人政治绑架手法 喊话台中市长卢秀燕 有责任厘清还一个公道 因为民进党台中市议员 江兆国拿出卫生局公文 证实台中市府曾购买西布特罗 还有没使用完毕的标准品 和混合标准品 要求台中市卫生局 到民进党团说明 为什么只有那一个 那到底出现了什么状况 还有这整个公部的流程 到底SOP有没有问题 这个流程都是一定要按照 公部门的标准做法在做 没有任何一个公务人员 敢去冒这个危险 卫生局长强调 实验室污染肉品是不实指控 并公开台中市实案处 稽查肉片的秘入器影像 详细列出检验流程 澄清没有所谓签面人手段 市长卢秀燕也出面挺自家人 一抽检完以后我们就要求立刻下降 那尽量避免更多人吃下肚 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 检验出来我们必须据实向社会大众报告 受肉筋议题持续延烧 使人问题一万变调成政治话题 三地新闻就过来